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新际兄弟帮 big voice club 本集请来几位嘉宾聊天 之前想跟你说一说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做兄弟幫的時候 感覺如何?覺得自己做得如何? 那時候我覺得可以更好 因為那次我記得我好像坐在那邊 我看著你,好像很純熟 兄弟Bob好像很厲害 我不敢說話 但之後我發現 原來這個經驗幫到我很多 日後有很多不同的工作都幫到 所以今天請來主持界的新人 Nelson、Rani和Hilda 你好 其實三位也要介紹 就是我們明珠台的三位新進的主持 他們之前也曾經參與過面試比賽 整個過程都是在明珠台方面拍攝 大家也看到他們的申請到面試 到裡面的比片有幾個回合 去進行當中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三位已經正在主持節目了 已經開始了 感覺如何? 跟之前做的事情很不同 因為你對鏡頭真的第一次 始終都很緊張 但是工作人員很好 很耐心地幫助我們 還有看到的東西不同 真的完全不同 Nelson呢? 最初因為想自己幾個員都可以 應該會沒什麼問題 不會覺得太難 但是做下去其實發覺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再有空間去改善 是的 好的 Rani 你怎麼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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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這樣做 我真的喜歡 你怎麼會這樣做 我怎麼會這樣做 我聽到當中的競賽 你們都要介紹自己 在廣東話 每個人都要請我介紹 用中文來做一次 你也要的 是嗎? 對,我在韓國語言 你應該是韓國語言 來吧 Rani,好,拿一 我的名字是Rani Sampani 我很喜歡時尚,我很喜歡讀書 以及認識其他人的文化 難怪請你 這個,因為剛才他在說 要用中文和英文去面試 當然要介紹自己,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你始終是在香港的電視台做主持 總會接觸到身邊的朋友說中文 幾位,我想他們說英文 一定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澳洲、英國和美國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 可以上買tv.com 看他們之前說過的生活 我覺得是很好,很棒的 為什麼當初有個心願 去參加這個比賽 成為一個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 其實只有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當時我正在放年紀錄 我的妹妹就跟我說 如果他們現在正在請人 不如我們嘗試去認證 我一開始想了很久 第二星期,差不多到結尾的時候 身邊的朋友都說不如你去試試 我這樣就想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叫你去做 你平時也是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的性格很外向 他們完全能描述我 在電視台說話的樣子 希望說話太多 他們問我為什麼不去試試 你會有錢去說話 對 對,當我娘說是否很棒 對,我經常都很開心 對,我經常都很開心 然後他們覺得我性格很合適 所以我就說 好吧,試試試 然後很順利 很幸運地進去 但之前去參加這個比賽 之前有否看過你們的節目 也有留意 也有的 當然,整件事都已經很… Docci Vita 大家看不到 可不可以站起來 讓大家見不見你今天這個 很Docci Vita 小心 Oh my god Oh no Oh yes Oh yes Oh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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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口乾呢 不知道 進去參加的過程 也想了解多一點 Nelson,為什麼你會去玩 其實當時正在讀書 我打算趁自己年輕 不如去認識多一點新的事物 就是想跳出自己的跨跨 去鍛鍊自己的表達能力 或者溝通的技巧 這些也是香港小姐的答案 不是,世界獲平阿門的 就是想去做藝人 平時有沒有試過在學校 或者朋友的婚宴 做私儀之類的 其實會丁學校有些… 怎麼說 MC有沒有做過? 有的 Hilda也是 我有大學 學校的MC 對 OK 但Rally好像真的 電台做過MC 是嗎? Radio MC 對 是 怎麼回事? 非常有趣 非常不同 因為它全是關於你的聲音 而且你必須非常動靜 對 但為什麼會玩這次的比賽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參加這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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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參加這個比賽? 我沒有得到任何工作 所以我看到了 Dolce Vita的比賽 我看到了 很開心 我愛說話 所以我們要參加 我沒有想到會得到 但我當做得到很開心 但你以前 你看 之前 有沒有做過MC 對,MC 之前 沒有 只是在電視節目 就是在電視節目的主持人 做過的 對吧? 對,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很好的經驗 對,很好的經驗 但其實 譬如你做這些 叫做生活風格的表演 自己是否一定要 很有生活風格的體會 才可以做到? 自己會… 其實你都靜得很厲害 對 對 就是失敗了 就是失敗了兩、三秒 對 做主持人不好 其實也不要說自己 一定要有生活風格 我想你能夠把重點帶動給觀眾 其實這是最重要的 可以跟觀眾有密切和溝通 對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但又怎樣? 而且我覺得你自己本身 可能要對這件事有興趣 你才能展示給觀眾看 你真的做得很入心 但你有沒有生活風格? 你有沒有生活風格? 你有沒有生活風格? 但生活風格有 生活風格? 也有的 這件事很難指定的 我想每個人的時代不同 我想在當中他們的比賽過程 都會問過他們 到底你們對某些生活態度是怎樣 想了解多一些比賽 好了 申請完了 當初有多少人申請這個帖子 知不知道嗎? 差不多500個人 500個人 500個人去報名 接著呢? 接著就 cut down to final round 還有14個人 14個人 對 就進入了最後的決賽 14強 14強了 還有什麼在這14強裡面 有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幫主持人做好風格 因為始終這個表演也提到 除了吃東西 和生活項目 都會說風格 有很多事情 第一部分就是這個 第二部分就是 訪問那天的主持人 第三部分就是要介紹食物 嗯 我們去到那時才知道自己做哪一部分 所以我們去之前也要做些研究 看看那天如果我們在家裡 抽中這一部分要做些什麼 就要知道 那有沒有什麼難忘事件呢? 有些很有趣 你覺得也很欺負一下 有 在比賽過程中 Hilda有些難忘的事 大家坐在那裡的時候 我右邊有一個參賽者就十分緊張 左邊就有一個人不停說要吃東西 那個就是Nelson 他說我很餓 我的肚子很響 OK 就是我們不停準備要拍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吃東西 很餓 因為那時候也剛剛過了吃飯的時間 這件事令你們最難忘了 不是,Nelson已經到了 已經是了 這件事已經很奇怪了 Ranny可能會有一點厲害 先來看看 Ranny 你要告訴他,我真的不行 在拍攝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的事 有什麼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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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有趣的部分 是在拍攝與Hilda和Nelson 因為他們很有趣 他們很友善 Nelson和Hilda 都幫了我的廣東話 為什麼呢? 他們告訴我什麼話 教你怎麼說這個廣東話 非常好 在拍攝那天 他幫了很多參賽者 為什麼? 因為他做了很多研究 每個人都在緊張的時候 他也有試過 對,我跟他分享 非常好 其實有一個更難忘的 就是Ranny 他描述那個水果 是的 描述那個人 因為他那部分 要描述Pomegranate Pomegranate 對不起,是什麼? 是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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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是水果 但是 有很多粒粒小粒的 粒粒 那些火龍果 或者是類似 類似 然後Papa Papa Pamegra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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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但是他形容得很好 他形容得令到在在的位置想吃 想吃Pamegranate Pamegranate 對,對 第一件事是因為Bob 很生貴 第二件事就是Jonathan 很英俊 我覺得最難… 因為我做的頭幾集 都是吃東西的 最難適應的東西 就是不可以大膽大膽 剛才李文士 就要告訴我們 即場去考驗你們 即場去考驗你們 看看你們的應對 馬上 真的不用想了 去推廣一下我們 Big Boys Club這個節目 好,準備 3、2、1 Hilda Big Boys Club 我們首先有兩個英俊主持 而且看了這一集 你已經知道他們的風格 完全跟其他節目不同 你完全看完第一集 你一定要上去第二集 第一件事是因為Bob 很生貴 第二件事就是Jonathan 很英俊 不是我兩個英俊嗎 你很英俊 你很英俊 你一定要看 好,Melson 好 其實On top of Hilda說的話 其實在Big Boys Club 你可以很casual 很relax地說 很relevant 很貼近我們時代 有些人可以來這集 任何人都可以來 上來 上來去說 去說自己的感受 或者說自己的觀點 其實這件事是很好 可以帶用給觀眾 非常好 好,Rani 從BBC Big Boys Club 是一件有趣的節目 有很多主持 有趣的節目 是像美國的談論 節目 可以談論現在的 世界上 香港的事情 和TVB藝人 是一件有趣的節目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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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已經做了 新進主持 其實已經開始了幾集 那幾集 會不會有點不適應 我覺得最難 因為我做的 頭幾集 都是吃東西的 最難適應的事情 就是不可以大膽 大膽 你經過食相 好肉酸 被人拍到的時候 還有 你咬 或者吞 時間的背盒 你如果做得很自然 這樣咬幾下 其實On air的時間 會是很… 就是… 你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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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適當 你介紹這些花生 你不可以這樣… 嗯… 因為這樣很自然 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要怎樣做呢 你試一下 你吃那個… 好像平常吃扒 你會切那個份量 是剛剛合自己的尺寸 如果你做秀的時候 可能要切更細快 你就可以容易吞 然後又不會影響到 你在吃的時候說話 對… 對… 你現在已經說不到話了 一顆花生了 你已經要撞了 撞了嘴 OK… 你呢… 這幾集有什麼有趣的事 拍了之後 會的都很難… 很難… 背稿 因為背稿 背稿的時候要配合 有笑容 如果鏡頭說話 就比較難一點 而且… 你也喜歡笑的 我沒有喜歡笑的 那有什麼困難呢 我因為… 我是大小姑婆 就笑得過了龍 像是一個高級節目 真的… OK… 而且有時候會… 一開機開始錄 你就會忘記了那些稿 是一個挺難的 而且說話的速度 很難速度 因為通常你拍攝 有時間的 說得太快太慢都不行 但最難克服的是背稿 對… 對… 我會覺得是 就鏡頭看鏡頭 對… 而且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要看鏡頭 什麼時候看著你的partner 這個也是 我自己也有一個小小的經驗 是我… 早前很榮幸 可以… 有位監製 說… 都真的… 在一廠比較大型的節目 做錄影的 做一個… 遊戲的頒獎禮的私儀 這樣… 我做完之後呢 我很緊張 其實做Big Boys Club沒有的 聊天 我們也不需要看鏡頭 不需要這樣去就角度 但那次是要的 因為都要看鏡頭 自己覺得… 都可以跟同事說 都可以跟FM 或者寫歌同事說 不行 我覺得剛才我做得很差 不是,沒事了 我說… 都要百九十分了 可能在別人的眼中 也覺得正常都可以 但是… 對… 然後我自己看回電視的重播 家人幫我錄起鐘在那邊看 然後… 我自己都… 無論在我任何的場合 我都會說 我一定要改善 一定要改善 那現在看了幾集 你覺得自己需要 哪一方面是要再改善一下呢 我想我說話太快 要那個節拍要修好一點 還有我看鏡頭 都可能還不夠自然 就是你要整件事很自然 是另一件事 就是你要觀眾看來覺得 他們聊天的時候 又會… 可以介紹到一些事情 所以整個畫面很自然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一定是 是一個技術 所以要學的 我問一下Rani Rani Rani, after doing a couple of episodes of the show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think you should do better or you could do better? Speak Cantonese? 但是那個是Jokyvich 我想英文又不需要的 這方面又不用太害怕的 他說其實他覺得 最需要改善就是要學廣東話 但是… On your show though that's not a requirement s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它其實是一個要求 因為我們在英文和英文 我們有高清台 Ming Chi Sanche 是廣東話 所以那些高清台那邊 看不到Rani 她們出現了 多數看到 Nelson和阿姨要大一點 真的要這樣嗎? 沒辦法了 因為每次拍攝每個字 可能她說了吃了一塊牛排 你吃了一塊就說英文 然後第二塊就說中文 是這樣的 你帶她出去玩一下 認識一下香港的朋友 就是啦 介紹一下 就是中國人 不用認識 Nelson Are you interested in any… Nelson? Yeah Are you interested in Nelson? An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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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隨便 就是外國人的free 很open 但是自己最想在這個行業 就是這個主持界 有沒有一些節目 其實你自己很想有機會 讓你去主持 讓你去試的話 你也覺得很好的機會 Nelson 有沒有哪些節目很想做? 其實… 旅遊節目 我也很想試一下 當然啦 有得玩 當然 而且很新鮮的感覺 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去介紹不同的東西 給別人 我覺得這個感覺 是相當之好 有哪個地方你很想去 你也想做一個介紹 我想說日本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日本的文化 不過現在就…你知道 沒事 沒事,我現在經常都去 是嗎? 是,我去那邊做事 沒事… OK 那我叫王子彬帶你去吧 我帶你去 你呢… Rida,有哪些節目很想做嗎? 其實我自己想… 如果有機會,什麼都試一下 但是如果真的想選擇 可能會是旅遊節目 因為你會多看一些東西 為什麼呢? 那麼喜歡做旅遊節目呢? 可能會比較適合性格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真的什麼都試一下 再看看自己 原來在哪方面會發展得好一點 飲食節目可以嗎? 可以 現在來介紹一下 吃牛扒、鵝肝等 那些 但可能叫你去那些街坊廚神 都是魚蛋 這一檔的炙豆腐很棒 真的可以在那裡吃 可以嗎? 可以,但我腸胃很差 可以… 他只可以吃高尚的 不是… 除了那些外,會反胃 20元埋下單那些是吃的 可以 真的嗎? 真的嗎? 現在你拍了幾集 有沒有試過肚子有少許 不知道有試過嗎? 沒有… 因為吃東西真的很貴 沒有關係 其實有你的也未必可以 怎麼辦? 沒事的… 蔡蘭怎麼帶你到處去吃東西? 她不會選擇我 很難說 我沒看到你 我沒看到她的 可能很難說 好,Rani,我回來了 有哪些類似的節目 你喜歡做其他類似的 例如《Doce Vita》 我沒問題 任何我提供的節目 我喜歡做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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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賣廣告 任何? 任何? 總之需要一個人 暫時中文差一點 其他甚麼都可以 那有沒有一些主持人 你們是很欣賞 很想做到她這樣就很聰明 很聰明 阿Bob這樣 對… 別這麼說 把鬼嗎? 我會覺得是Doodle姐 真的不說我? 不… 當然 Doodle姐 當然 當然 因為她的壓抬感很好 而且她的臨場發揮很厲害 例如看今年的港男 香港先生 對,香港先生 他真的做得很好 他一個很好的前輩 要隆重的時候隆重 正經的時候正經 又要搞氣氛又要搞笑 對,她又可以搞笑 又絕對做得到 Doodle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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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son呢? 我比較喜歡陳子晴 陳子晴 因為她的感覺是給別人很舒服 我也很希望可以做到 而且她能做到每一個語言 英文、中文、普通話 她都能做到相當好 所以… 我覺得也是 你叫什麼呢… 在哪個、哪個在哪個 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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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iner 因為她是真的可愛 然後她還有一種方式 她才會有性格 當她來話講 當她說話時代,她說話時代,她說話時代 她說得很好,很有自己的態度和想法去表演 又漂亮又有氣質 這一個難得,那你呢?黃丹丹 你已經做了一段時間,我現在就… 連說你也可以,對吧? 你試試說吧,你當然不要說我,說我的鬼 其實因為我入行的時候,我做了第一、二個節目 已經是和…第一個是Amigo 第二個節目已經是和Benji和Sam 我覺得三個年輕MC都很生氣,但又不會亂說話 我很喜歡那個風格,因為他們自己… 每個人可能有自己的學識,或者有自己的看法 但他出來是可以令到所有人都有興趣,學一下他們 還有,做主持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說真的,一個挺好的賺錢的行業 即是如果你做得好,或者你全職做司儀的 很多人是可以說,幾十萬一個月呢? 你們自己即是準備好這個挑戰嗎? 我覺得我自己可以,那我自己也要多點訓練 可能始終經驗也未必夠夠 那如果我接工作回來,自己是否真的能處理 也未必知道 其實我要多點出鏡經驗 那便要自己習慣了,對得… 即是要在鏡頭面前,或者在很多人面前 你自己覺得舒服才可以,盛少才做得好 那多點… 一定要,一定會多點的機會 Nelson呢? 我也很想去嘗試這件事 但現在自己是準備好了 至於準備好了,始終都是新人 我覺得,如果做多一點,其實多一點經驗 其實是會將自己提升到 其實可能不是很準備好了 都有一般準備好了 但做下去不知道是否好 但會自己不斷地提醒自己 就是做著學 做著這樣學 好,這個我問了 Rani,你準備好了嗎? 沒有 沒有 他就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好的,什麼呢? 挑戰就是… 挑戰就是要做很多錢 作為專業主持人員 你準備好了嗎? 是的 她準備好了很多錢 準備好了嗎? 希望我們三位,接下來有好好的表現 大家要留意明珠台的節目叫甚麼名字 Dotra Vita 再齊一點,再來一次 明珠台的節目叫甚麼名字 Dotra Vita 好的,謝謝 謝謝 謝謝 乾杯 我們兄弟說話由第一集 到今天第五、八集 我們把這個名字叫做 Be Where… Shy, Shy, Shy KT, That's Me 是最新的MC 想知道多些就要聽清楚歌詞 沒錯沒錯 A, B, C 是我是我 啊… 既傷時風雨中 我錄的時候,我都不是坐定在這裡 我就是動起座 其實不單止是你動起座 我們全部都有一個人 今天不夠低空 980集繼續 去到1000集,我們要去 1,000集,我們要去 1,000集,我們要去 1,000集 拜拜